話說天南地北 暢談心中疑問 歡迎收聽北極星說故事 今天的故事什麼呢 今天的故事的名字叫做 魅影石禁秀 碧雞大兵的故事 這個故事一開始講大家都知道 沒錯又是軍中發生的鬼故事 望遠鏡 我不知道大家在軍中有沒有使用過望遠鏡 如果有使用過望遠鏡就知道 軍中的望遠鏡都是二四大戰 或是越戰的時候留下來的 非常的老舊 他不是一個很難保養的裝備 但是卻是連隊上非常不可或缺的裝備 因為這是指揮必要的工具 那這要回到了我在基層部隊當小連長的時候 那那段時間碰到了一個狀況就是 很多的兵在辦理緩征 為什麼辦理緩征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在傳說 說不定說不定以後當兵只要當一年半或是一年 所以呢越晚來當兵越好 所以很多大學生他會透過很多的奇怪的方式來辦理緩征 那所以每一次開會大家就要搶兵 缺兵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那我記得在我當接任連長的大概三個月之後 有一次的舉光日 一次舉光日大家禮拜四全部都在中三市看舉光日 突然間我們的人士兵被電話叫到營部去 報老大我要到營部去 我說舉光日去營部幹什麼 不知道急事 人士官叫我們去 我說好去吧去吧 最好是撥兵 我就這樣消遣他一下 最好是撥個兵來 沒有帶個兵回來 你這個就白去開會了 這個人士兵就說報老大就跑了 他去開會 舉光日上不到半個小時 我們這個人士兵回來了 人士兵帶著一個新兵回來了 哇 九漢馮甘霖 我們這個兵員的枯水期多久了 多久沒有看到新兵了 我說參與啊 你怎麼這麼厲害 就來這麼一個兵吧 他就來這一個兵 他就被我搶到了 我們就決定了 我們四個人士兵 就決定做了一件事 翻書決定 大家翻書 大家翻書 誰翻到的書的點數大 誰就把兵帶走 我是戰車第一連啊 所以我們那個人士兵就說 抱歉你知道我翻到幾 我說你翻到九 他不不不 抱歉我跟你講我不是翻到九 我翻到一 我一翻開 對不對 零一 兩個數字一加是一 我心想完了 零一輸定了 我一定帶不到兵了 我就要旁邊坐的 等其他三個連隊翻 後來突然間 看到第二連去翻 一翻 BG 零 贏部連一翻又BG 然後呢 第三連一翻也是BG 也就是說 他翻一 是四個人士兵裡面翻到最大 所以一點勝利哦 他是一點勝利 其他三個單位的人士兵 全部翻到BG 他說 爆料神吧 我翻到一也會贏 真是天助我也 爆料 我就這樣把這個兵帶懷了 然後這個人士兵就說 哎 BG 你自己跟零報告吧 這個爆料我把人帶懷了 零請約談 我只知道他叫BG 我一看資料 天啊 我說BG啊 你才18歲啊 為什麼那麼想不開啊 人家都是想盡了辦法 延後入武 都不要來當兵 你怎麼18歲就來當兵了 你你是阿達了是不是 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入學了 怎麼18歲就退學了呢 他說沒有 我是修學不是退學啦 我說好吧 既然你也考得上大學也算不簡單 你也算是大專兵 雖然大學還沒畢業 只念了半年 你也算大專兵 我說那如果到時候兵役如果改成一年 嗯 我說不定你可以提早退伍也不一定 爆料不要緊不要緊 我只是想來當兵而已 我說好吧沒關係 雖然我們缺兵缺很久了 那個各類裝備負責都跑來 你們這些老兵啊 看到新兵來 就跟這個蒼蠅見到的肉一樣 都要來盯 全部回去 我說我自己有辦法 我自然會分配一個最適合他接的工作 全部都走開了 這個BG說 報告老 報告長官 我這麼受歡迎 怎麼大家都這麼喜歡我 我說當然受歡迎 你知不知道連上 連上快要三個月沒有撥新兵 你是這三個月枯水期 唯一到單位來的新兵 你看他不是愛死你啦 哦爆料是 他說那我提早入還針對了 我說 我說這樣好了 我也不要欺負你 我說你來接 一個特別的科技裝備 陸三光電 他瘋了 什麼叫陸三光電啊 我說陸三光電很簡單 陸三光電是包含了陸三裝備 有什麼指揮儀啊 雷關機啊 陣地顯示器啊 數據的輸入器啊 彈道計算器啊 還有戰車的雷射觀測儀啊 橫風感測器等等 這叫陸三裝備 我講了半天他也聽不懂 哦報告聽起來都很偉大 我說對對對都很偉大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 望遠鏡啊 軍用望遠鏡 這就是陸三光電的東西 你就負責全聯這些東西就好了 他其他都沒有聽到 聽到了三個字跟觸電一樣 做什麼 望遠鏡 他也聽到望遠鏡整個觸電 哦呦 報告連長 望遠鏡 不要不要 我什麼都接 望遠鏡我不要接 我說你有病啊 我說你不先問陸三裝備 陸三裝備是比較複雜的 他是光學 他是個電子儀器啊 高科技的裝備 我說望遠鏡是所有陸三光電裡面 除了紫北真以外 最簡單的工具 幾乎不用保養 我說你 聽到望遠鏡跟觸電見鬼啦 你是幹嘛這麼怕望遠鏡 我說望遠鏡沒那麼可怕 呃 報告這個 我不要啦 我什麼都接 不然我什麼電都接 我就不接望遠鏡可不可以 我說哪裡有 陸三光電哪裡有拆開接的 要接就是整套嘛 你也不是負責 幹嘛 你就是負責 不足的裝備申請 你就是負責這個相關的 表格的填寫 我說不要那麼害怕嘛 我們有一間陸三光電的庫房 裡面有廚師設備 所有的望遠鏡 觀測儀都會放在裡面 一個都不會掉 門都會鎖好 你就負責保管鑰匙就好了 我說 你為什麼會怕望遠鏡呢 爆料 其實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有苦衷 我提早入 我為什麼會休學提早入 其實我是在逃避一件事情 我說幹嘛 你是外面欠了賭債 還是外面 惹到了大哥的這個老婆 還是拔了大哥的女兒 你為什麼要躲 要躲勒 我是在逃避 我說你在逃避什麼 他有在逃避 邪靈 我說逃避什麼 逃避邪靈 你要到廟裡當和尚啊 你怎麼跑到部隊來 我說部隊又不是廟 又不是道官 你是不是找錯地方了 他說爆料長官 拜託拜託 你一定要幫我 這軍人有浩然正氣 你一定要幫我 這個 拜託拜託 你一定要幫我 我聽他在偷懶還是在騙人 但是我看他這個蠻老實的 我說來 畢姬 畢姬 你要我幫你可以 你把整個事情 一五一十毫不保留的告訴我 好 長官 我不會騙你的 我真的真的 我來當兵 我提早入 為的就是 逃避邪靈 我在這個大學的時候 剛剛念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就 我就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嘛 因為這個 學校的宿舍排不到 我就自己租房子 在這個學校外面 來租房子住 那我除了念書以外 我 剛進學校的一年級 也沒有認識什麼朋友 我個人這個人又很宅 又不會認識新朋友 所以呢 我大概就是 除了念書上課之外 我都在哪裡 我都在這個房間裡 我租的房子的地方 打電動玩具 這是我唯一的嗜好 那 我說那這樣還不錯啊 就打打電玩上上課 為什麼會這個逃避 你得罪了誰啊 沒有沒有 我沒有去賭博 我沒有去賭博 我也沒有吸毒 興趣就是打打電玩 後來有一次 有朋友介紹我 他說 你不要老打電玩 他說你沒事 看看星星 擺個天文望眼鏡 觀察星星 看看浩瀚的宇宙 比較健康 不要沒事的打電動玩具 變個宅男 還有想想 嗯也不錯 後來就買了一個二手的天文望遠鏡 是那種入門版基礎版的 我就把他搬到我們的這個頂樓的陽台 看星星 然後觀測星象 探索浩瀚的宇宙 但是呢 那不是每天都能觀察 遇到那個雲很多 或是遇到陰天 或是遇到下雨天 我的望遠鏡就不能用啦 看不到星星啦 所以有一次 就是因為下雨 因為下雨天 我不能到樓頂去 我沒有辦法到樓頂去看 我就在自己的房間裡面的窗戶裡面 就把這個望遠鏡給他架出來 架出來就朝著窗戶外 到處去隨便亂看 隨便看一看 哇不得了 我突然間 眼睛餘光 望遠鏡一掃 掃到了 對面 斜對面鄰居的居家生活 我就覺得剛開始覺得有趣啊 看一男一女 應該是男女朋友 兩個人的這個 這個這個居家生活 挺有趣的 兩個人打情罵俏聊聊天 在客廳裡面 有的時候恩愛 有的時候這個小吵架一下 我反正也聽不到聲音 就遠遠的用望遠鏡 這樣子架著來看 我覺得 看看人家的生活也蠻有意思的 說BGBG啊 這叫偷龜耶 這很不道德耶 你這被檢舉會有法律責任的哦 BG說 哎呀 報告長官 我明白啊 我明白 可是 我心裡想下雨天沒事 而且我用那個 那個窗簾把它擋住 只露出一個鏡頭 這樣子看 他們看不到我 哦 那我說這有什麼好看 你光看人家兩個人家家庭聊聊天 小夫妻或是男女朋友 你看人家不是很無聊嗎 他說 報長官 其實不會無聊 我本來覺得很無聊 後來我就慢慢看慢慢看 發現哦 啊這這對 這對小男女朋友 這對情侶 實在是太open 哦 他不但是吵吵架 鬥鬥嘴 有時恩愛有時吵架 他甚至吼 我跟你講 他還會 偶爾在他們的房間裡面 上演 免費的實境秀 他說天吶 我一個王老五 又沒有女朋友 哦 然後我一看 哇 他們做實境秀 我趕快把房間的燈全部都關掉 我就把燈全部都關掉 只露出了一個望遠鏡 這樣子偷看 哦 他說 報長官你都不知道 那一邊偷看 哦 一邊吃的泡麵 那種感覺吼 哇 他說那真是 那種刺激 會被抓 又 抓不到我 然後呢 我又在遠遠的可以看到人家做這個 這個這麼親密的事情 他說你都不知道 那種感覺真的是 比看新鮮爽多啦 我說 欸欸欸 我說BG啊 缺德缺德啊 不可以這樣偷看人家 我說這是犯法的 這不道德啊 他說對 報長官我知道啊 可是這 這借不了 你知道嗎 我就 我就一直很想看啊 我就想看 我就一直看 反正 他也抓不到我 我在那麼遠 我離他那邊那麼遠 我這麼遠來看他 他絕對抓不到我 況且我又把燈關掉 所以我就一連 我就一連 偷看 7天 都看了7天 然後呢 都沒有被發覺 因為我偽裝的很好啊 我除了關燈之外 我也用窗簾擋起來 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我 但是我就覺得 哇 好有成就感 這種偷龜 實在實在實在太爽了 哇 我就搖搖頭 我說哎呀 你這個不缺德缺德缺德 不能這樣子 那為什麼被人家追殺呢 為什麼要逃避呢 要躲什麼 他說 有一天禮拜一 我在學校裡上了一天的課 回到請 回到這個我租房子的地方 都已經晚上七八點 我趕快洗了個澡 趕快就是就位 關燈 開始 這個去觀賞 免費的這個實境秀 那這次我一看 哇 精彩 這兩個情侶呢 這一對情侶 幹什麼 正在吵架 這兩個情侶正在吵架 而且吵得比平常兇 吵得非常兇 那個男的 憤怒的暴跳如雷 那個女的呢 就拿一個皮包 不斷的去甩那個男生 就用皮包去打那個男生 打得非常非常的潑辣 很潑辣 那這時候呢 這男生可能被 他用皮包 甩的打的 有點發火了 有點生氣了 動手呢 拿起了一支球棒 動手拿起一支球棒 就朝這個 女生的腦袋 敲下去 一棒給他敲下去 他敲下去之後 那個女生 硬生 就倒地 就整個倒在地上 就倒在地上 這個男的突然間 發現好像闖禍了 突然發現自己好像闖禍了 趕快熄燈 然後把那個窗戶打開 到處看看有沒有被人家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就說 BG說 報長官 我嚇得發抖 我動都不敢動 我的望遠鏡 動都不敢動 我唯恐的望遠鏡 一移動被他看到了 我會惹來殺生之禍 我動都不敢動 這個男的沒有發現我 沒有發現我 趕快 我就不敢動 等那個男的窗戶關起來 離開之後 我趕快把望遠鏡收起來 整個窗簾拉起來 晚上躺在床上 一個晚上發抖 睡不著覺 我完全睡不著覺 一個晚上沒有合眼 我心想 哇 我目睹了一 一件兇殺案 一個男生把他女朋友給殺了 給宰了 就算沒有宰也是重傷害 我到底該不該報警 我親眼目睹了這麼一件慘案 我到底要不要報警 一個晚上我徹夜未眠 可是我想到一件事 我是偷龜 如果警察問我說 你怎麼知道了 我能跟警察說 我每天晚上都偷龜他們嗎 我每天晚上都拿望遠鏡偷龜他們嗎 我不能講啊 所以當天晚上我就翻來覆去 一直熬 熬著 難熬的一個晚上 熬到天亮 我真的 第一個 我很擔心 那個女生的安危 有沒有被打死 或者是萬一沒有死 我又沒有報警 她會不會因為流血過多而死 我就很擔心 另外一個擔心就是 我的偷龜會不會被人家發現 我這個偷龜會不會被人家發現 被警察發現我會被抓走 會被起訴 被那個兇手發現了 他一定會殺我滅口 一定會殺我滅口 所以 我好幾天都不敢再使用望遠鏡 把望遠鏡都收起來 整個窗戶就把他窗簾拉下來 什麼都不敢看 甚至有幾天我連房間都不敢回去 我連租屋處都不敢回去 後來過了我在學校的這個 這個同學那邊 借宿了幾個晚上 想一想 應該沒事了吧 沒有警察找我 也沒有人找我 應該沒事了吧 在那個沒有行動電話的年代 很好躲 過了兩三天 我就回到我的租屋處拉 我就回去了 然後看新聞報導 也沒有什麼兇殺案的報導 都沒有啊 想一想 也許是情侶吵架 也許情侶吵架 也許那根球棒是塑膠的 或者是海綿的 可能打下去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兩個人在開玩笑 這樣子一打他故意倒下去 可能是故意的 或是兩個在演情境劇也不一樣 我想一想 應該是這樣 否則如果有兇殺案 一定上報嘛 一定上報紙 一定會登出來 這個電視也會報啊 都沒有報啊 所以想一想 嗯 應該沒事了 然後呢 我又開始偷歸了 我再度拿出望眼鏡 再度朝那一家看過去 我再度朝那個鄰居看過去 欸 果然沒事 這兩個小情侶 這一男一女 又跟往常一樣的 打情罵俏 聊天 親熱 然後一樣 上演實境秀 這應該我就想 唉 這可能就是 男女之間的 床頭草 床尾合吧 經常有的是 嗯 他這個BG就說 我身為一個王老五 沒有交過女朋友 應該不會了解 男女之間的奧妙 所以我想一想 好吧 既然沒事 我就繼續觀測吧 我再度放下我的心房 繼續 朝著這個窗戶 看過去 吃的泡麵 繼續享受 這個偷歸的樂趣 但是呢 不幸的是來了 因為我發現 好像不太對勁 因為我連續看了幾個禮拜 每逢週一 每到了禮拜一 就會發生一次 拿球棒 打這個女生 女生硬身倒下 好像是錄影帶重放 每到了禮拜一 就會上演這一出 疑似凶殺案的 實境秀 我連續看了三個禮拜 我發現 不會吧 不會這樣吧 這兩個人也太無聊了吧 我觀察了三個星期 他每 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一個循環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然後到了禮拜一 這個女的一定會被K頭 倒地 然後男的打開窗戶 左右 張望 他說這是怎樣 這是怎樣 這在放錄影帶嗎 這是replay的概念嗎 再來一次嗎 他就覺得 哇 這好像不太對 這 甜蜜熱吻 親熱吵鬧 最後爆頭 然後女的倒地 他說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我瘋了 還是對面這兩個人瘋了 他正在疑惑慌張之際 他在他租屋之處 他在租屋處 他辦了一支 中華電信的有線電話 那這支電話呢 他除了把電話號碼給他的家人之外 他沒有給任何人 連房東都不知道他的電話 所以那支電話 合理來講 是不會響的 是不會響的 這個時候他正在疑惑之際 他辦了那支 中華電信的家用電話 居然響了 他把電話接起來 他把電話接起來 不敢講話 哈囉哈囉 對方 是一個 年輕 妙齡 少女的聲音 說 嘿 你都看到囉 你都看到囉 你看到我被打得那麼慘 很刺激嗎 你看到我被打那麼慘 頭都破了 你很冷血欸 你怎麼不幫我 你也不報警 你是冷血動物嗎 隨後電話那一頭 就發出了非常淒厲的慘叫 啊 非常淒厲的慘叫 哇 BG說 我這個電話立刻的把他掛掉 我把電話線都拔了 我把電話線都拔掉了 全身 大汗直流 我 怎麼會有我的電話 這個女的怎麼會打電話來 雖然我沒有聽過這個女生的聲音 可是我沒有女朋友啊 更沒有人知道我在偷龜 沒有人知道我做這個缺德式啊 怎麼會有人打電話來 所以他沉澱了一個小時 他想不行 就算被警察說我偷龜 我也要報警 把電話線接上 110 就打電話報警 我也顧不得什麼偷龜啊 我也顧不得什麼犯法 我都想我都顧不得了 我就打110報警 我說 警察先生 我這裡是 幾號幾號 請你趕快來 我這對面發生的嚴重的家暴案 很嚴重 可能是命案 你趕快來 他就把地址什麼都留給警察 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 不到10分鐘 警察 社工 哇 大批人馬 火速趕來 衝上樓 然後敲我的門 看我滿臉疑惑 打開門 先生先生 他說你不要怕 我們是警察 我們是社工 拿出證件給他看 你到底看到什麼事 怎麼回事 趕快告訴我們 這時候 筆記說 我都已經嚇得腿都軟了 警察終於來了 社工終於來了 我把所有 我從開始 三個禮拜前 開始偷龜這一戶 我也顧不得什麼法律的責任 我就全盤拖出 我說警察先生 對面殺人 殺人 很嚴重 如果你不去救他 可能那個女的就會死掉 你趕快去救他 現在去可能還有救 我已經顧不得罪惡感 我心裡想 不管了 救人危險 我就先說了 這個警察看我這樣說 警察說 不要激動 你放心 這個事情 你跟我們講 我馬上去辦 但是 你切記一件事 切記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自己跑到對面 去敲鄰居的門 你千萬不要去找人家 因為第一個 人家會知道你偷龜 第二個 如果那個男的把你給宰了 把你給滅口了 那不是划不來 所以 這個事情 我幫你保密 剩下的事 由警方來處理 我們會來處理 我知道是哪一戶 我們去查看 這個時候 BG說 哇 我 我 整個罪惡感放下了 心想 警察也沒有問我偷龜的事 然後 這個事情 我也跟警察報案了 所以我應該是 沒有道德上的問題 哇 終於鬆了一口氣 當天晚上 他說 哇 那是晚上 是我這三個禮拜以來 睡得最安穩的一個晚上 睡得最安穩 那當然 望遠鏡 我去把他收起來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了 我把他收起來了 我不敢偷龜的 我也不敢看 幾天之後 警察又來敲門了 開門開門 警察 警察先生怎麼樣 破案了嗎 門一打開 警察先生說 他說 哎 先生啊 你不要耍警察好不好 警察很忙的 拜託你不要耍警察 警察先生怎樣了 他說 你講的那間房屋 我們 當天晚上 我們就聯絡了房東 然後我們請房東開門 進去查看過了 房東告訴我們 這間房子至少已經空置了五年以上 沒有人住 這間房子已經五年沒有人住了 房東也沒有打算要租給人家 就把他空在那邊 因為 這間房子 是 凶宅 是凶宅 在五年前 他租給一對情侶 這對情侶在裡面吵架 後來呢 發生了命案 那因為這間房子 陳租戶是這位女生 然後他的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都是深夜才會來找他 也沒有鄰居知道他男朋友是誰 然後女孩子走了以後 被殺害了之後 女孩子的家人也不知道 他有個男朋友 所以這個男朋友呢 就人間蒸發消失了 因為在那個 那個年代 什麼監視器啊 還有什麼 都不是非常非常發達的時候 所以 這個事情 就消失了 然後這個男朋友 作案之後 他也不坐電梯 他也不坐電梯 他每次去找他女朋友 都是爬樓梯上去 因為他們樓層也不高 好像住三樓而已 他就爬樓梯上去 所以整個監視器 也沒有看到他女朋友 也沒有看到這個男生的面孔 發生凶殺案之後 這個男生 突然間 人間蒸發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沒有人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更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裡跑掉 所以說警察說 這個事情是五年多前發生 就在你看的那一戶 五年之內沒有住人 五年之內都是空屋 兇手這位男生 到現在為止下落不明 所以拜託 先生 我們還要查很多案子 你不要再報假案 另外再嚴重警告你 不准再偷歸 這是犯法的事情 這是妨礙秘密的事情 你再偷歸 這次原諒你 你要再做一次 我們就要起訴你 我嚴重的警告你 然後這個BG就說 欸不對啊 那通電話咧 那通電話總會有吧 我這個電話是有來電顯示的 來我撥給你看看是從哪裡撥來的 警察說好啊你看啊 他就 看看看 不得了 真的是從 真的有一個電話來 但警察立刻回撥 空號 是個空號 他說你看 你又在耍我了吧 這個電話是空號 你這 哪裡來的怪電話 根本就沒有這通電話 這是空話 我們現場打過啦 是個空話 他說好了 你這個是偷歸成癮 這個是色膽包天 衝昏了你的頭 拜託 先生 不要再胡扯 你再報假案 我們就要起訴你偷歸了 哇這個時候啊 BG心一想 真是一肚子冤枉啊 我真的看到啦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他想一想算了 都是望遠鏡惹的禍 所以他決定做一件事 就是怎麼樣 把望遠鏡送給人家 我再也不要看望遠鏡了 我再也不要使用望遠鏡了 我把望遠鏡送給人家 可是他想一想 當時也是花了錢買的 這也是花了錢買的 送給人家好像有一點點捨不得 所以他就看到學校的天文觀察社 就有缺高倍的天文望遠鏡 他說同學同學 我有一具天文望遠鏡 我便宜賣給你好不好 我便宜賣給你 這天文社心一想 剛好缺一部啊 多少錢呢 他說 兩百塊就給你好了 兩百塊賣給你了 反正我也不要了 這個天文社的 好啊兩百塊錢就買回來了 買回來之後呢 他的心一想 剛好把望遠鏡送出去 然後反正還拿到兩百塊錢也蠻好的 然後這個 再也不要偷歸了 要戒掉這個壞習慣 可是 每隔兩天 天文社的同學就來找他說 誒誒誒誒誒 同學同學啊 你不要騙我們的錢啊 你這望遠鏡不能看啊 這是壞掉的啊 這個望遠鏡是損壞 他根本不能看啊 他怎麼不能看啊 他說你裡面那個鏡片可能壞掉了 還是氧化了 我們看到那個 星星的模糊模糊 什麼都看不到 他說不要不要退錢退錢 就把望遠鏡還給BG 然後BG就退了兩百塊 BG拿望遠鏡回去心一想 不會吧 不會吧 這望遠鏡怎麼會壞 沒有壞啊 所以拿回家之後對不對 他就想說 不要看 不要看外面嘛 我到這個陽台上 我看星星可以吧 我不偷歸可以 他就把望遠鏡一拉開 往前面一看 怪怪不得了 望遠鏡的那一頭 一張慘白的女生的臉 跟他對看 跟他對看 一個一張慘白的女生臉 跟他對看 兩人相對 兩人眼睛對眼睛 嚇得 嚇得BG 趕快把望遠鏡包著說 算了我認賠 我丟了可以吧 他就下樓 走到他們這個 這個豬屋宿的外面 一個垃圾堆 在電線桿旁邊 他就把望遠鏡 直接甩在那個垃圾堆裡 我不要了 我認賠 我不要了 這個鬼 這個鬼望遠鏡 我不要 就往那邊一丟 然後他就走回家 心想 終於丟掉了 我不要了 我一毛都不要了 這個望遠鏡嚇死人 把他丟了 他就回頭要回去的時候 他就發現 後面 有人在跟蹤他 他回頭一看 那個人就躲著 哇 不得了 他的眼睛余光 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 殺害 女生的 他的男朋友 就是殺害女子的那個男朋友 跟著他後面 手上還拿著一個像棒子 還是望遠鏡的東西 跟著他後面走 他一看 不得了 要來滅口啊 真的惹禍上山 要來滅口啊 趕快用拔腿就跑 跑回了關 跑回他們大樓 還好樓下有警衛 警衛沒有讓這個人進來 他就跑上樓 把門關起來 哇 心想 還好沒有跟上來 他說心想 我明天要搬家了 我不敢住這裡了 這個地方 這個已經被壞人發現 這個男 這個男生可能要來殺我滅口 但是沒有上來 還好 他這個晚上沉澱一下 想一想 是不是 是不是我這個 思想太淫晦了 每天都要看這個東西 思想太淫晦了 太多的幻想了 好吧 這個用功讀書 洗滴一下罪惡感吧 所以當天晚上就好好的K書 好好的K書 想要洗滴這個罪惡感 這個罪惡感就把它洗滴掉好了 這個好好念書 當這個念到晚上 準備要上床睡覺 就打開他的衣櫃 一打開 望遠鏡又回來了 那隻望遠鏡 好端端的放在他的衣櫃裡面 他心想 我不是丟掉了嗎 怎麼又回來了 哇 他實在是沒有辦法 已經快要面臨崩潰 趁到早上 隔天早上 到了學校 找他醫學院的同學 說同學同學 我是不是瘋了 我是不是瘋了 他說我一直 覺得有一個女的 一個男的一直跟著 他們要害我 他們要害我 這醫學院同學看著他說 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 你是不是課業壓力太大 剛剛進大學 沒有習慣 是不是得了妄想症 我們請那個 醫學院七年級的學長 我們請個大學長 幫你開個鎮定劑的藥 吃一吃 你太緊張了 所以就拿了一些藥給他 這BG說 我哪敢吃啊 那是不是他害我啊 他根本不敢吃 他根本就不敢吃 後來他沒有辦法 實在沒有辦法 他心裡想一想 科學的事無法解決 只好尋求啊 神的力量吧 他就到廟裡面去 找了一間廟 祭公活佛的廟 就進去了 然後就跟妙公講說 哎妙公我最近 實在是被 被這個 英魂纏上 苦不堪言 這妙公看看他就講說 嗯 你是不是被一個女的纏上 他說 嗯我是被一男一女纏上 這個妙公就講 不對不對 只有一個女的纏著你 沒有男的 你是被一個女的纏上 這兵就講 不對 我除了一個女的 是跟鬼一樣的跟著我 還有一個男的 他好像要殺我 所以我是被兩個鬼跟 這廟公說 不對不對 我只看到一個 就一直跟在你後面 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就一直跟在你後面 他說 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先休學 不要念大學了 你去當兵 軍中陽鋼器重 軍中的陽鋼器重 你先去當兵 當兵當完兩年之後回來 也許軍中的陽鋼器 就會把這個女鬼給嚇跑 這個女鬼原則上 他進不了軍營的 你到軍營試試看吧 然後求這個軍中的長官來 保護你 或許你可以 甩掉這個女鬼的糾纏 唉 BG說我雖然半信半疑 但是我想一想 好吧 就來當兵了 他爆料 這就是我當兵前所有的經過 聽完之後我就講說 唉 你講的我實在很同情 然後我說 他就爆料 你是不是不相信 我說我相信你 你講的我都相信 但是呢 我告訴你 遇到了困難 就要勇於面對他 不要逃避 其實呢 軍中 有很多的正氣 浩然正氣 你不要去害怕望遠鏡 你也不要害怕任何的裝備 其實 你只要敢面對你的問題 正是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會迎刃 任人解決 就會迎刃而解 既然妙工將你來找我 表示你要相信我 你就給我接望遠鏡 就給我接路三光電 接著就對了 我們是全國陽剛位最強的地方 所以不要害怕 我們當你的後盾 這時候BG想一想 好爆料 那我就接了 其實我是可以 使用命令講 你只給我接望遠鏡 少廢話 可是我還是 講了一套理由 這個 面對問題 才能處理問題 你如果不敢面對他 我怎麼來幫你 這BG也就相信了我 也就接了路三光電 沒有問題 後來接了大概半個月 我看他很用心 每天進出庫房 整理廚師裝備 然後申請各項的表彈 不錯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後來我就發現安全師官跟我講說 報告老大報告老大 那個 那個BG大兵 那個BG新兵 很花欸 我說為什麼 他說每天晚上10點 都會有一個女生 打外線電話進來 他說你不知道 我們軍中的外線電話 很難接進來 要打到總機 總機再接到連隊 然後每通電話 只能講3分鐘 就會被切斷 他說每天晚上 都有一個女生打進來 就說 我要找BG大兵 然後 我去跟他講 BG電話 BG都講一句話 不要理他 是女朋友 不要理他 我不認識他 他說你通話 那個BG大兵 多 多拽啊 多拽啊 女孩子打電話來 他理都不理 那我們只要過去跟他講說 欸小姐 那個BG 他就掛斷了 好像他聽得到BG講話一樣 他只要 一去 我們說小姐 就掛斷了 那我們就跟他說 BG啊 人在福中不知福 那是年輕女孩的外線電話 你也不接一下 你跟女朋友吵架還是幹嘛 不要這麼無情 BG說 我沒有女朋友 我沒有女朋友 那他說爆力量 這個BG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很花心哦 說不定在外面惹了什麼 桃花劫 報告老大 你要注意一下 我說 欸他好像的確跟我說 外面有人在追他 在追殺他 在這個他在逃避 所以才到軍中來的 不過沒關係 我說原則上到目前 他還正常嘛 除了這樣子之外 一切都正常 就到了禮拜四 一樣是菊光日的晚上 這個晚點名過後 準備熄燈了 10點多 熄燈好 一翔 準備睡覺了 這時候BG跑來找我 報告老大 報告老大 急事 我說BG啊 什麼事啊 那個庫房裡面 多了一隻 單目望眼鏡 那望眼鏡有分兩隻眼睛的 跟一隻眼睛的 他說多了一隻單目望眼鏡 我說怎麼會多咧 我說我們連上的單目望眼鏡 就是戰車射擊的管狀鏡 那那個管狀鏡平常都是在戰車上的 因為明天 明天光電處要來做檢查 所以我們全部拆回來了 我說我昨天 我今天晚下午 下午才點過啊 14隻到齊 怎麼會多一隻 不知道我跟你講 多一隻多一隻 你趕快跟我來看 我就趕快跑跟著他去 我就進了庫房 門打開 我點了一次啊 1 2 3 5 7 8 9 10 14隻 我說BG14隻啊 哪有多 那他想想 欸14隻嗎 我再點一次 BG就點了15啊 我說見鬼了 我就點14 你點15 他爆料這裡還有一隻 這裡還有一隻 我說哪裡還有一隻啊 我就看BG 他拿起的望眼鏡 是兩隻手乘管狀 空的這樣拿起來 爆料你看這一隻 我就看他手上是空的 沒有什麼東西 我說欸不要鬧 不要玩了 你手上握的 握的是什麼望眼鏡 你沒有握望眼鏡是空的啊 他爆料 這就是第15隻啊 拿起來啊 我心心想 哇賽 這是不是有病啊 這次有病還是在耍我 那因為庫房裡面有廚師的設備 所以溫度非常的低 溫度很低 可是再溫度再低 也不會像冰箱一樣啊 就當BG拿起這個望眼鏡 這樣給我看的時候 我發現齁 整個 這個 這個觀測庫房裡面 有如冷凍庫一樣 那個溫度齁 應該降到可以凍豬肉的那種溫度 很冷 我們的這個鼻子哈氣都會 哈氣都會出現那個 那個凝結水的那個 那個那個空氣有那麼冷 那我就覺得不對勁啊 觀測庫房不會這麼冷 觀測庫房不會這麼冷啊 這一定是有怪事啊 而且BG手上拿那個望眼鏡 我就想起來跟我講那個故事 我心裡想是不是這個 這個女鬼幾次找他找不進來 電話也不接 現在順的這樣就進來了 可是我沒有看到望眼鏡 可是整個觀測庫房的 這個氣溫這麼低 我明顯的我的直覺告訴我 有問題 有不乾淨的東西進來了 我看到這個BG 相當相當恐懼的眼神 那我怎麼能裝出恐懼呢 這是我的連隊 我是連長欸 我怎麼能裝出恐懼 我裝出恐懼 這個鬼騎到我頭上來 以後這個連我還要戴啊 所以我就覺得事情不單純 我就鎮定住 心裡想 就算是鬼 我們全連三四十個男生還怕他 我就心想 我只要扯高的場門一叫 全連只要被我的連長的聲音叫醒 一定會跑來觀測庫房 人氣一多鬼就怕了 鬼就會害怕 所以就拉高了嗓子跟他講 我說BG啊 你是不是欺負人家 我們國軍要愛民保民啊 你不要欺負人家女生啊 衛國保民是軍人的使命 你如果可以幫人家 就不要辜負人家 多幫人家一下嘛 對不對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欺負人家 趕快幫人家做完 不要在這個地方 讓人家找上門來 這不符合軍人的要求 你到底欺負人家什麼 有什麼冤屈你就說 我大聲這樣講 那其實我心裡也七上八下了 我心裡也七上八下了 對不對 那我在想我這樣這麼大的聲音 外面的阿兵哥就在門外 在門外都請示啊 阿兵哥被我吵醒啊 嘿我告訴你怪了 一個阿兵哥都沒醒 外面全連睡得跟死豬一樣 就連安全士官都沒有過來 然後這時候BG就用手指著我身 我後面的那個望遠鏡的那個架子 望遠鏡上面還有很多雙目 兩隻眼睛的雙目望遠鏡擺在我後面 BG就說抱抱抱抱抱 我說抱什麼抱啊 講話講清楚啊 你有什麼好抱的 你有什麼事要講抱抱抱什麼抱啊 報告老大 那個他吼 他一直手一直指著 你後面的那個第三具望遠鏡 我說誰指的 就那女的 他一直指的那個望遠鏡 我心裡想 什麼東西什麼跟什麼啊 我雖然覺得很冷 可是這乾望遠鏡什麼事 抱抱就第三隻第三隻 這時候我耳邊一陣寒風吹過來 我隱隱約約 隱隱約約的 聽到很小的一聲 拜託 幫我 真的喔 很清楚 在我耳朵隱約聽到了一聲 女生的聲音 拜託 幫我 然後這句話 一結束之後 整個 我們的 觀測 觀測的這個 這個 除世間 突然間 從 那種0度的溫度 一下上升成正常的溫度 哇 我那個汗就這樣飆出來 全身的這個汗就這樣飆出來 就這樣飆出來 然後我問BG BG 現在怎麼樣 不不 他走了 他走了 我說來 我就回頭 我就回頭把那個第三具雙目望遠鏡 他有一個牛皮的那個盒子打開 把望遠鏡拿出來 我看看這有什麼不一樣 我一拿出來 沒有問題啊 就是一具軍用的望遠鏡沒有問題啊 然後呢 正當我疑惑的時候 從這個望遠鏡的C型袋裡面 掉出了一張保養卡 掉出了一張裝備保養卡 裝備保養卡就是裝備保養人 他每個月保養會簽名 那因為我們觀測裝備 已經有 大概六個月 沒有 負責人 我來聯隊上的時候 這個 這個觀測裝備 就是這個 路山光電就沒人管 已經很久沒有人管 所以我也從來沒有看過 觀測裝備的負責人 所以 這個BG他也沒有師父 因為他師父你退伍很久 已經離開很久 那我就看他什麼掉出一張觀測卡 我就拿起來一看 最新的名 是BG簽的 就是昨天 檢查過保養完簽的名 再往上面推 是一年前 是一個一年前一個退伍的老兵 簽的名 哇 這時候你知道 我跟BG兩個人 想說先走出 這個觀測庫房再說 因為 我覺得 那個氣氛 那個氣氛實在太僵了 太陰了 我們就走出觀測庫房 當我們走出觀測庫房的時候 我心心想 這些 門口的阿兵哥 睡得跟死豬一樣 沒有一個起來 我一走出來 突然間 聽到 部隊起床 蘇阿兵哥 連長早安 各位早安 大家起床了 我心心想 我們進來的時候是十點多 出來的時候是早上五點半 我們兩個在裡面待了一個晚上 我們兩個在這個觀測庫房 待了一個晚上 出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天已經亮了 然後 部隊集合 那我就手上拿了這張 裝備保養卡 我就把它放在連長室的桌上 我心心想 這張卡應該有問題 應該有問題 畢集說 包包連長 是什麼狀況 要怎麼幫他 我說讓我思考一下 你先去找點名 找點名之後 你補修一下 一個晚上沒睡 你補修一下 包連長睡不著啊 這事情沒解決完 睡不著 我說好 好 沒問題 我說安心安心 我來處理 我說你就 這個事情就到此為止 你都不要跟人家講 連長來處理 我就把這張卡拿出來 我就把人士兵 找來 我說 欸 餐一 這張卡 上面這個人是誰 這餐一說 這個是一年多以前退伍的一個老兵 我說這個人是誰 我們也不知道啊 他就是以前的裝備 這個 露山光電裝備的負責人 他跟連長的互動不多 話也很少 已經退伍了 已經退伍了 我說 退伍了 我說退伍了 這個有沒有什麼資料可查 他說我把他的這個兵表 調出來給你看一下 因為退伍一年 連長還有存一份 我把他調出來 我看了一下 欸 這個人 這個人齁 有照片 有照片 我就把BG找過來 我說BG 你要不要看一看 這個人齁 其實他不是退伍 這個老兵 就是你的 你沒有見面的 你這個師父 他不是退伍 他是因病停疫 他是因病停疫 按照他上面所開的 因病停疫的資料 他是 北投818醫院 開出來的精神病 因病停疫 他沒有當滿 他才當一年多就退伍了 我說這個人的照片 你有沒有看過 這時候BG一看到他的照片 眼睛瞪的 好大 這這這這這這 我說這什麼這啦 講清楚這什麼這 他說這這這 就是那個男的 就是那個男的 我說蛤 就是那個男 他說對對對 就是這個男的 我說太巧了吧 他說對對就是他 我說那 那那那這個女的 是不是要叫你來找這個男的 怎麼辦 BG說 不用我怕他會殺我滅口 我很擔心 我說沒關係 你在連隊上 我們會保你平安 那你放假的時候 小心一點就好 好好好 沒問題 爆料我知道了 後來 後來這個BG 不要看BG傻乎乎的 我覺得他還蠻聰明的 他利用休假時間 他去找了真信社 他去找了真信社 然後這個真信社 就幫他處理了很多事情 那BG也沒有跟我報告 也沒有跟我報告什麼 也沒有跟我報告什麼 他就 恢復正常了 我發現BG回來就恢復正常了 也沒有被糾纏了 氣色也變好了 也變活潑了 後來兩年後 BG要退伍了 他跑來送我一瓶 這個可樂加上一塊雞排 好 報老大我要退伍了 這個雞排跟可樂請你 這個打退的請客請你 另外我還要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擺脫這個女鬼 我現在自由了 沒問題了 我說你怎麼擺脫 我說我沒有幫你 我說我只告訴你 這個你的師父的問題 他說 爆料我跟你講 後來我去找了真信社 去查這個人 這個人 他退伍了後 住在北投精神病院裡面 住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後 他就出院 他退伍了就出院了 出院以後呢 在外面 又做了不少壞事 然後又被抓到精神病院 又被抓到精神病院 那就在他逃出精神病院那段時間 他剛好就跟到我 因為我在看他那間房間 被他發現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 他認為我知道什麼事 他真的還想殺我滅口 後來是被精神病院的醫生 把他抓回去了 把他關回精神病院 然後呢 這個真信社告訴我 他在哪家病院之後 我就去惠客 我就心裡想 到底這個人是誰 冤有頭載有主 你殺了女朋友 關我什麼事 我就去惠客 我在惠客確定是這個人之後 我確定就是他 就是他 我從望眼鏡沒看到他 就是他把那個女孩子給殺死了 我還去跟警察報告 我說警察我告訴你 警察先生你不要說我是神經病 我找到兇手了 我找到兇手了 這個兇手就在某某精神病院住院 就跟我偷龜看到了這個男生 一模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知道他是兇手 如果法庭需要我可以指證 然後警察說好 他警察也過去 那他已經瘋了 這個人已經瘋了 警察問他問東達西已經瘋了 警察就跟這個BG講說 謝謝你的調查 不過這個人 在精神方面有顯著的問題 而且也沒有直接的證據 證明他殺了 殺了那個女生 所以我們也愛莫能主 這個案子我也破不了 我只能跟你講 我們警察也必須要有科學 要有科學才能辦案 這個事情你沒有任何的證據 我不能憑你的一言之詞 就說他是殺人的兇手 這個BG先生 這個也謝謝你 我們就這樣了 後來這個BG心想 我能做的也是這樣 我也報警 我也找到兇手 這個女生也不要再跟我了吧 也不需要再跟我了 然後 說也奇怪 說也奇怪 他要爆料 我跟你講 在我入伍 當兵破冬的那一天 我想說再去精神病院 看看這個男的怎麼樣 至少這幾天 這個BG也沒有再遇到這個女鬼 他說我再到這個醫院去的時候 這個醫生跟我講說 蛤你找他 不好意思啊 他往生了 蛤他往生了 他說怎麼往生的 他說 你來看他不到一個禮拜的一天晚上 突然間他在那邊大吼大叫 眼睛瞪著很大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這個 這個 病人 是自己用手把自己掐死的 自己用手把自己給掐死了 他說這個真的是很少見 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掐到勒臂 窒息而亡 他說經過檢察官來化驗怎麼樣 看完之後沒有外力的傷害 他是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給掐死的 他說這個人走了 你也不用看他了 已經往生了 這個家人也領回去了 也都已經這個火化攻擊掉了 所以這個人不見了 你不用來看他了 他BG就講說 他說 抱老大 其實很多事情 可能法律不能解決的事情 沒有證據 可是呢 這個 天網恢恢 書而不漏 不是不報 實際未到 這個 這件事情 我想因為我們都已經很明白了 告訴這位女生 這個人在哪裡 警察也來看過了 沒有辦法 那 這個起訴他 也沒有辦法辦他 他精神有問題 他也許啊 是個女鬼經過我們的指引 找到了他 找到了他 然後呢 因為女鬼不能進軍營 所以這個人離開軍營之後 到了精神兵 這個女鬼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就 冤有頭載無阻 找不到人 所以透過了BG大兵 幫他找到這個男的 這個男的 居然就 哎 就自己把自己掐死 就 就往生了 所以 好不好 兩樣 這個 我從此也擺脫了這個 惡鬼的 這個 糾纏 也不會再有糾纏我 那我就說 BG啊 快退伍啦 我說你退伍以後 還會想探索星空嗎 我說你退伍還想 還會想探索星空嗎 既然都沒有鬼了也沒有人會害你了 還要不要再買個望遠鏡看看星星啊 這個BG就跟我講說 報告老大 別求我啦 我好不容易 為了要擺脫這個鬼 才來 入武當 提早入武當兵 好不容易擺脫掉啦 你不要再叫我買望遠鏡 我什麼也不想爭 我什麼也不想看啦 我退伍以後 只想 好好的把大學念完 我可不想 為了要擺脫惡鬼 再當一次兵 當兵一次就夠了 遇鬼也一次就夠了 然後這個 BG就退伍了 退伍了 那現在 相信他過的 日子也會非常的快活 只要 因為這件事情 而讓他戒掉了這個偷鬼的惡習 我覺得 這也不見得是壞事 這個BG退伍之前 我跟他講 我說BG 我跟你講 你也不要認為 你遇到這個鬼是壞事 我說你因為遇到這個鬼 所以戒掉了你偷鬼的這個壞習慣 我說如果你沒有遇到這件事情 你的偷鬼 還不知道要惹來多少殺生之禍 還不知道要惹來多少大麻煩 所以說 說不定 這個女鬼 他不是要害你的 他是你生命中的貴人 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你可能這個惡習永遠改不掉 永遠改不掉 所以說 我就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安排好的 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既然 你也擺脫了這個糾纏 你也戒掉了這個偷鬼的惡習 我說退伍以後 好好加油 做一個這個有用的好青年 這個祝福你 那BG就退伍了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沒有再看過他 我都還沒有再看過他 我也希望他這個是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畢竟經過了這一段這個 風波跟挫折 也希望他能夠成長 那現在算一算 他至少應該有40歲了 應該為人父了 也希望他過得幸福快樂 這是今天的故事 大家如果覺得好聽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 我們下週還會推出好聽的故事 那我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拜拜